有首在台上嗨唱台下游客超多 台湾记在恒川半岛一连半三天 虽然4月3号最后一天活动是紧急喊咖 因为有确诊者到过现场 来到墾丁大街入口处呢 其实人潮已经少了一大半 封闭的车道原本都是要让游客走的 现在也空出许多 只是前两天人潮已经炸多 加上这几天疫情升温 本土都破百例 有医师就有优息 廉价之后疫情可能会大爆发 廉价到这种人潮的情况 这个势必会有 所以这几天我们要有心理准备 可能感染者的人数会增加 病毒共损这个事要做的 走的这条路 那假如说我们不跟病毒共损的话 台湾可能会变成世界的孤狼 那这个是不得已的这种情况 那我们现在目前一年几百亿 其实都还算是小case 那只要我们把这些 感染者找出来 那做一个采放的隔离以后 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 如果医师也强调 只要有匡列一天几百例 都是可以接受的 只要让感染者渐渐增加 不要暴增 就是慢慢走向跟病毒共存的解放